本缸第一次发现恐龙化石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 直至公布消息的时候 都还未开始新一轮挖掘 但相信在赤洲岛继续有发现 是基于一个原因 我想纯粹看它表面的形态 你看到它表面有点点的颜色 有点不同 我想专家用它们锐利的眼睛 它们就觉得岛上是有其他类似的 这一类这样的石在这里 相信在赤洲岛这个采样 起码都要一个月的时间 有可能要更久 为什么呢 因为赤洲岛它附近的风浪是大的 就算天气很好 它都风浪大了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季后风 所以会影响到它那个进度 去哪儿 感谢观看